柯市长跟侯市长都是全台湾最有权最有势最有资源的人 那该适时放手就适时放手就适时放手就适时放手 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捏在自己的手上 这个不是一个人说的算 但是民意说的算 那如果老百姓有所期待 希望能够在他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他的一个身份上面 生活圈上面能够更完整更便利 那希望这个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 柯市长跟侯市长也能够放手育权 那另外我昨天也特别谈到像戏子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戏子跟台北市来做整病的话 其实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期待 也讨论很久 所以在昨天我们提出来一种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包括戏子跟基隆跟台北市 整变成是一个大台北市的概念 同样的道理 其实戏子区的生活圈也不在板桥 戏子的生活圈其实都在台北市 如果今天马上可以去做民调的话 我相信戏子人八九成以上都会非常支持 赞成戏子跟台北市整病 所以也一定比族族病的这个民意 民调还要高 那我另外再谈一个课题 大家好好想一想 其实新北跟台北市之间的区域的一个整病 跟它的一个关系 其实非常的复杂 而且它的问题也很多 刚刚在讲戏子 如果大家想想淡水 想想淡水 淡水也一样 淡水的生活圈是在台北市 也不是在板桥 那在今年的三月份 有一个议题 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 这个北投的里长 连署反对淡北道路 那淡水人就不高兴了 淡水人就发起一个叫做 拒北投人开车进淡水的行动 其实这个就是台北跟新北 这个行政区画上的一个课题 如果今天淡水可以思考 整病入这个台北市的话 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够被得到 进一步的一个解决 我刚刚在讲 其实淡水的生活圈在台北市 不在新北 那如果淡水有机会的话 三支其实也一并应该纳进去考虑 所以我在谈的是一个行政区画 合理的问题 那柯市长跟侯市长都是全台湾 最有权 最有势 最有资源的人 那该适时放手 就适时放手 不要什么东西都要捏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这个对 这个民众不一定是最好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提出来这些课题 是一个方案 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的去思考 那动省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处理 也一直没有解决 台湾的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公平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些贫富的落差 城乡的落差 其实都是因为政府体制 扭曲 然后直辖市跟非直辖市之争 所造成的 这个真的是不利国家长子久安 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冷静理性 好好的做一些讨论 我想这个对所有人都好 对基隆也好 对新北也好 对台北市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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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好 讨论